這次是為了宣傳寫實的偶像劇 叫做天堂的微笑 是一個很有生命力的戲劇 每一場戲都有它存在的必要 人與人之間的那個台詞的互動跟交流 是你可以感受到溫度 跟那個是我們很真實的情緒可以去表現的 我最喜歡它的地方是 如果今天是我面臨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我會變成什麼樣子 我能否變成劇中的角色的態度去看待這一切 某一個層面也是想體會一下 這樣心情的角色跟我自己的差別在哪裡 會燙衣服是因為我爸爸 我爸爸很會幫我們燙以前我上學的G 因為襯衫很難燙 然後他很喜歡幫我們燙衣 小時候就看著他燙 然後也請他教我 所以我其實是會燙的 我覺得一定要被崇拜這件事情 就是不管各方面 那你都做不好的時候 很懂得欣賞別人的人 也是很吸引人生喜歡的 會去觀察別人的優點 然後去說出讚美的話 這也是我覺得蠻重要的